一次使用一顆的膠囊 可以讓你精準保養 你跟上了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 美 我們編輯正方 今天啊 我有請到牛兒老師 一起來跟我們討論 秋童肌膚一定要的膠囊保養喔 牛兒老師好 我們好像很久沒有合作了 你最近很忙 你最近很忙 為什麼你覺得我很忙 因為最近是網紅嘛 我最近變得網紅了 最近變種今天是百萬人氣網紅 也沒有請大家還是要支持我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地方 也很美啊 這是你公司喔 沒有 這地方很漂亮 這不是我公司 這是哪裡呢 這是我們公司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話題呢 它最早最早就要講到Arden這個品牌 喔 那我就知道 大概要講什麼了 就是膠囊 對 膠囊 它是始祖嘛 對 它是始祖 應該講說就是Arden在90年代中期 它就出了這個膠囊 時空膠囊 而且它當時時空膠囊的盛況 真的是盛況空間 也就是每一次你要買膠囊 你還要排隊還要登記 而且呢不然就是你要去香港去拿水貨 很難很難 那我記得它最原始的版本就是60顆 然後全透明 臉部用的 還有眼睛用的 就比較小 那它現在膠囊就很多 很多種 對 沒錯 然後後來膠囊出來之後呢 就是陸陸續續 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膠囊的保養品 膠囊的保養 喔 這是保養的行家才會用到的 因為現在的膠囊 大部分它裡面 當然都有添加植物油 對 植物油都有 但是呢 主要主要我看到都是比較清爽的一些 像是合成的蠶絲油啊 或者是細菱油 這樣的油為主 所以這一類的油脂 你擦上去基本上是很滑的 那它就不是純植物油囉 不是純植物油 那這樣好嗎 這樣沒有不好 也沒有好也沒有不好 而是說適不適合你 我只能這樣講 植物油呢 很多人不喜歡的原因是因為它太厚 厚重 對 就是你擦上去呢 它到底皮膚能夠吸收進去呢 可能要隔很久的時間 那特別是對油性肌膚來講 根本不要談 不要講洗手了 根本就是排出去 直接你的油 進不去 跟那個油一起混合在一起 所以就進不去 這是植物油的問題 那再來呢 那細菱油還有所謂的人工合成的 這些蠶絲油呢 它的好處就是 你擦起來其實是 它們有一個特別的講法 叫Dry Oil Dry Oil 乾的油 對 就是這個油擦進去 你會覺得皮膚是乾的 而不是油油亮亮的感覺 而且摸起來呢 是像絲的那種觸感 那就是很適合我們這種皮膚 就是擦完之後 就是有點滑滑的感覺 然後又不油這樣子 對 這個就要講到膠囊本身 我們就拿起一個膠囊 這樣好 這是那個亞詩蘭黛 小棕品的系列的膠囊 對 這個品名它叫安品 但事實上它就是 膠囊 沒有錯 它就是一個膠囊 嗯 那膠囊呢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第一個它的皮呢 對 我很想要問 對 老師 膠囊它在外面 請說這個皮 這個膠 這個囊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做的啊 其實呢 我們一定吃過膠囊 魚油 有有 老師上次謝謝那個澳洲 回來送我那個 蝦油 對 那其實魚油呢 膠囊呢 它外面的那個皮呢 就跟這個膠囊的皮 非常像 但是呢 我們現在已經 保育觀念很重視了 所以現在有些人就是 帶動所謂植物蜂巢 所以我們也有時候 也會看到有一些膠囊 就吃的 對 它上面會寫 Vegg Cap Vegg Cap 就是說 素食膠 現在真的什麼都要素食 所以呢 因為就是以前你吃的 那個Vegg Cap是什麼呢 就是動物的膠囊 什麼叫動物膠囊 是哪裡的啊 哪一隻動物 因為很多 牛啊 豬啊 這些 只要是動物類的 魚啊 都有 動物類的皮 當中都有膠原蛋白 那這個膠原蛋白呢 會萃取出來叫做吉利丁 就我們做甜點那個 布丁啊 那種果凍啊 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就是動物性的 那就是 那其實膠囊呢 主要就是這兩種 一種就是吉利丁 對 也就是明膠 明膠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用海藻 藻礁 藻礁 萃取出來的 哦 了解 那所以其實它這個 這個有什麼問題呢 它遇到水就出問題 它就黏在一起了是不是 它會化掉 哦 會化掉 它是水溶性的 哦 所以通常呢 膠囊的瓶子呢 最好的話呢 它都會加一個 小小的乾燥機在裡頭 來用一下 好 其實我之前有用過這個 我也有 因為我是那個小中瓶的愛詠澤 哦 對 所以 然後我知道這個是大概有小中瓶的兩倍濃縮 所以它的全系列都有用 大部分 大部分 它其實比較適合 真的比較適合油性膚質 嗯 因為 它雖然是比較液態的 但是呢 擦起來的感受上是滋潤度蠻高的 對 滋潤度高 對 就是而且它上面就是潤潤的 對 然後另外它的優點就是真的沒有防腐劑 嗯 然後也沒有香料 對 就是它很 所以我覺得敏感性肌膚啊 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這個 嗯 對 我覺得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 這個小中瓶的系列 對 小中瓶的系列 它這個蠻好用的 那其實小中瓶它最主要強調的就是 促進我們肌體的健康 啊 跟修護這件事情 對 修護 因為修護的概念是他們第一個提出來的嘛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換季的時候啊 這個膠囊是蠻推薦的 我們現在開始用第二個 好 第二個 就是始祖啦 這個始祖 其實始祖我必須要去把它大大的讚美一番 因為它是第一個發明的嘛 對 怎麼可以想到這件事 對 這阿德也是百年品牌 對 然後它目前的膠囊最多 因為它有美白版 就是維他命C的版本 對 然後這個是抗皺版 抗皺版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 好 我們今天這個就是有加Retino 也就是維他命A的 抗皺版 對 維他命A其實現在我還蠻喜歡這個成分 對 它就是效果還蠻不錯的 對我們這些就是稍微有點年紀的 最近好像又有紅喔 對啊 最近又有紅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有這個A 醇的 我覺得它是因為加了A呢 它故意把它做成不透明 哇 老師你看得好仔細喔 對 因為這個雅詩蘭帶這個 真的是有點半透明 對 那這個真的是完全的不透光 對 因為維他命A很容易變色 喔 沒錯 因為有光線的關係 那它就是要去晚上使用 對不對 嗯 最好晚上使用 白天的話 因為它有光明性 對 它是一個很 它就是 它不會流下來 很勾的 很勾的膠 但這個膠不是水膠 它是油膠 油膠 對啊 油膠 所以呢 這個油膠擦上去的感覺呢 你一開始會覺得油 但是你一擦上去之後 它馬上就滑了 而且它除了有維他命A之外呢 它還是有這個神經吸胺 那其實在秋冬天 神經吸胺是很好很好的一個成分 很多皮膚科醫師的那些 推薦的一些身體乳霜 都用神經吸胺嘛 因為性皮膚炎啊 或是那種皮膚很乾燥的人 醫師都建議可以擦 就是神經吸胺 神經吸胺的保養品 很多品牌都是用這個為號召 對 那個伊麗莎白亞頓要翻成分子丁啊 因為呢 這個神經吸胺 又要講到這個水泥的結構 這個水泥的結構呢 是雙結構 對 就是一個呢 就是比如說 你要幫我一下 好我幫你沒有問題 沒有好 這樣 細胞 嗯 細胞 磚頭 磚頭 然後分子丁 它的結構是這樣子 哦 就把它架起來了 你就想要有個丁子 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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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然後把它丁起來 對 所以它把它翻成分子丁 好 再接下來我們講一個Skin Coat Skin Coat 這個牌我不熟耶 這牌我也沒有很熟 剛剛是瑞士的牌子吧 是嗎 對 其實瑞士很多牌子 都有一點點就是比較走生化風 對 然後呢 這個膠囊我看到我會有點 就嚇一跳 為什麼它要染那麼藍的顏色 我們要不要用用看 好啊 用用看用用看 那打開來囉 好 哎呦 好像飛劍 我覺得跟剛才那個 Arden差不多 對 但是它的顏色更深一點 對 也是呈現這種油膠狀 就是因為有細菱油的關係 我覺得好像有加Silicone 都會有這種現象 因為它擦完 因為我其實這個也有 之前有試用過 我就是擦完之後就很滑 我覺得它這個應該有標榜就是 妝前可以用 因為我化妝前如果有加這個 矽菱油 這樣我的皮膚會變得很光滑 很好上妝 B總監真的很厲害 他抓到了它的一個優點 因為上妝前用 因為它還有加一個尼龍粉 那是什麼東西啊 尼龍粉就是 那是什麼東西啊 它是透明的一種粉 加進去之後 保養品裡頭 它的作用就是會產生 你擦完之後 會有Matte Finish 就有那種霧 霧感 霧面質感 是不是 現在就馬上就變霧了 對 霧面質感耶 難怪上妝前 所以就很適合上妝前的 隔離打底用 對 可是這是膠囊的職責所在嗎 所以理種間真的太厲害了 一摸產品就馬上知道了 妝前用是蠻適合的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好 那再來我們再找這個 這個品牌呢 原來是法國品牌 但是現在 在美國那個美商集團 有點美髮的混血 美髮混血 Dafang 奪法 那它都是以這個芳香療法為主 我們試試看 維他命A 我覺得 首先它的這個顏色是很 很適合熟齡女性 好高貴 好像一顆珍珠 對 那我想到什麼香奈兒啊 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嗎 還可以當耳環 你把它黏上去 偶爾可以當客串耳環 不是嗎 對 其實蠻美的耶 這顏色 是嗎 蠻美的 顏色蠻漂亮的 這珍珠的色澤 打出珍珠色澤 它就比較是那種芳香療法那些 芳香的那種成分 所以它就是 有點類似剛才那個 亞斯蘭黛那一瓶 就是比較油狀的 對 它是有加一些芳香精油 所以就有這種香味 就有精油的氣息 精油的氣息 但是其實因為它的這個油脂 我還是推薦給比較乾的肌膚 然後因為有維他命A的關係 也是像立東今天講的 夜間使用 它可以抗皺 然後維他命E也可以抗氧化 我們再來看看這兩支 老師幹嘛中間跳過那瓶黃色的啊 這一支是我自己研發的 最後我們就是草草帶過就 草草帶過 我們現在帶這兩個 老師 老師說草草帶過他放正中間 對 前陣這很紅 嗯 前陣這很紅就是聽說是空姐愛用嘛 對 因為是德國的品牌 而且我還看到兩個品牌 這叫Isana 對 然後這個叫 Ba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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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空姐愛用 但是我自己覺得空姐愛用的原因是 因為我有上網看 因為它真的很便宜 對 一顆好像才十塊 對 我其實之前也有 好像這樣一 就是七顆嘛 七顆裝好像只要九十九塊就可以買得到 對 那真的是不貴耶 嗯 真的不貴 如果說比較這個 其他的 認認真真的做這個東西 對對對 來講的話 好咧 但是香味我就覺得說有點人工 就是味道上感覺就是比較大眾化 大眾路線一點 大眾化 對 還滿清爽的啦 對還滿清爽的啦 然後不會覺得過油 所以各種肌膚應該都可以接受 對對對 好 好 嗯 那我們都介紹完 最後順便帶一下我們的產品 老師 老師何必這樣做 我來講一下就是 很好耶 一個膠囊呢 其實好的示範在哪裡呢 有沒有看到 啊 啊 乾燥劑 我早點說防腐劑 乾燥劑 你知道位置的東西負責 如果大家不好好放好 老師幫大家想好了 因為這是Made in Taiwan嘛 MIT的產品 因為台灣真的太濕 所以我們真的一定要放這個 而且呢 我們也不是故意 因為人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過度包裝 嗯 我們這上面還要放一個這個 啊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把那個濕度 確實的控制好 隔在外這樣 對對對 我們這個呢 也是比較偏這種比較稠的 嗯 那顏色是偏非常的 黃 因為這個 我們有加這個Q10 哦 還有胡蘿蔔油 難怪就會比較像這樣 嗯 因為胡蘿蔔油本身就是 維他命A的前驅物 哦 對 然後Q10本身是個抗氧化的物質嘛 所以它也是本身對於 老化脆弱肌膚是很好的 嗯 其實之前我有認真用過 老師的這個 你的這個 哦 謝謝B總結 我其實用完之後啊 滋潤度非常好 對 它的滋潤度不錯 對 而且擦完之後就是 有一種被包覆的感覺 嗯 就是那個油很溫暖的油包 就是你緊緊的擁抱 長到我都臉紅了 謝謝你總結 真的嗎 我超飽的 不是飽的 我是膠囊的 講到我臉很不好意思啦 因為一直稱讚我們的產品 我會拍今天啦 不會啦 謝謝謝謝謝謝 就是好用啊 不過我們也是真的很認真在做啦 可是導師你知道嗎 除了這些膠囊 我本人自己也是自備了 好 膠囊來了 這樣 就是這個 Evlon Evlon的膠囊 怎麼樣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但是在網路上我已經知道了 好在 我之前已經有讀過 好啦 老師就是 他們標榜一個趨勢 因為現在無水保養是一個新趨勢 嗯哼 對 就是Water Love Beauty 或者是 Oh No Oh No 跟我的英文怎麼不一樣 很法文 法文 Oh the toilet Oh就是水嘛 對 Oh No就是 Oh No Oh不要 對不對 可是就是水不要 對 水不要 不要水這樣子 因為剛剛老師帶的都是一些保養成分 對 膠囊 可是因為Evlon啊 他們其實也有很多保養品 它以前最有名的就是這個無水的卸妝 霜 膏 對 我想大家如果有聽過Evlon 它真的很有名就是卸妝膏 就是那種膏狀的 然後原來卸妝非常好 那他們其實啊 前一陣子出了這一款 它是膠囊 它其實是油 它是卸妝油放在裡面 喔 就是攜帶用的卸妝油膠囊 我現在用它 你現在用 你現在直接卸妝嗎 對啊 它的顏色其實還蠻 它有一點點偏淺 淺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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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實際上是蠻漂亮的 老師要不要 全臉嗎 對啊全臉 老師真的是 好犧牲喔 老師好敬業 其實我聞起來 它沒有香料 嗯哼 怎麼講 然後我直接拿絲紙巾 我不要用 雖然是錯誤示範 其實它裡面的油啊 跟它的卸妝霜質地有點不太一樣 它裡面的油 它裡面用到一些什麼 索羅門網油 對 說是比較清 比較清爽 但是我要看它可不可以乳化 沒有什麼改變啊 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你們的鏡頭好 對啊 我是覺得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家的卸妝霜 然後他們也出了這個卸妝的這個 隨身的油膠囊 我覺得蠻好的 這個膠囊它有個特色就是 這個膠囊它是蔬果類的一個成分 所以如果你用完之後 你把它放到水裡面 大概半個小時它就會融化消失不見 對這也是現在的趨勢 因為現在的趨勢都是所謂的就是 就是環保嘛 對環保 永續環保 永續環保 永續性 如果你是很完全的那種Vegan 就是吃素的 那可能這個也是符合你的需求 對 我們今天大家跟牛耳老師一起了解 這麼多膠囊的秘密 我覺得真的是我學到了非常非常漂亮 我今天平時我今天學到很多啊 有那種新的膠囊趨勢 無垂趨勢 希望下次還可以邀請到牛耳老師 來做一些就是有趣好玩的東西 秋秋米 好沒問題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掰掰